狗狗怀孕了有什么特征 狗狗怀孕了有什么特征 狗狗怀孕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第一个 食量变大 因为它的身体可能会同时孕育好多个小生命 所以说它学的能量就会变多 第二个就是它的乳头会膨大 乳腺会肿胀 因为它的体内的磁激素会慢慢越分泌越多 越分泌越多 这个时候它的乳腺就会经过磁激素的一个刺激 慢慢慢慢越来越大 甚至在中后期的时候 可以轻轻地挤出少量的奶水出来 第三个就可以看它的阴道 很多时候怀孕的狗狗或者发型的狗 都会出现阴道肿大的一个情况 特别是在快要生产的时候 它的阴道附近会慢慢变得微微湿润 甚至有一些少量的粘液会低下来 同时它的腹也会变大 因为腹墙里面毕竟多了几个小生命 它的腹墙会慢慢鼓起来 这个时候其实你用手轻轻地触摸 可以摸到很多圆圆的一个形态的一个东西 这个就是胚胎在母犬的子宫里的一个形态 所以说去判断一只母狗有没有怀孕的一个征兆 或者状态是非常容易的 只要去细心地观察 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否有怀孕 最准确的确定方式就是带去医院 做一个B超或者说拍S光 就能看到它到底有没有怀孕 因为狗狗它也会出现一个假孕的情况 它跟真的怀孕一模一样 除了子宫里没有胚胎的发育 其他的状态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们真正要做区分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去医院做一些超声波的检查 或者是X光的检查 小提示 狗狗怀孕了的特征 首先第一个食量变大 第二个它的乳头会膨胀 第三个可以看它的阴道出现肿大的情况 同时它的腹围会变大 只要去细心的观察 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否有怀孕 最准确的确认方式就是带去医院 做一个B超或者说拍个X光 因为狗狗也会出现假孕的情况